星雲大師一筆字世界巡迴展 在東京池袋藝術劇場展出三天 那麼九十高齡的星雲大師 將佛法畫成文字 用書法與大眾結緣 除了星雲大師的墨寶外 臺灣焦紙陶大師吳榮 也展出焦紙陶作品 讓日本民眾更瞭解 臺灣的民俗文化 為了慶祝星雲大師九十大壽 星雲大師一筆字世界巡迴展 在歐洲、亞洲、大洋洲等世界各地 佛光山道場及美術館展出 其中在東京時代藝術劇場的展覽 包括駐日副代表郭仲熙 江東區議會議員米澤和鈺 板橋區議會議員常賴打野等貴賓 都出席欣賞 駐日代表謝長廷也送上花欄表達祝福 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院長絕配法師 也以深入潛出的方式 上來賓闡闡釋星雲大師平日教導的人間佛教 他說我怎麼可以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佛呢 太自私了 所以他說我最後提悟到佛陀讓我來承擔世間的苦難 讓我來為這個世間跟如同佛一樣的你能夠帶給這個世間幸福安樂 由他自己來實踐 星雲大師的一筆字東京展場 除了一筆字作品之外 還有台灣膠紙陶大師吳榮的作品 台灣茶藝一筆字踏印以及超金等單元 讓大家在看展之餘還能實際體驗佛法對人的潛移默化 出現這個台灣跟日本的這個文化交流 那除了這個書道展以外 我們還有一個膠紙燒 這個吳社長也特別來參與這一次的展出盛退 所以對整個日本人來講 他們都到處的說 這不但是台灣的文化 更是為我們日本文化的一個美好的交流 九時高齡的星雲大師因糖尿病纏身 視力漸漸退化 但他傳揚佛法的用心不減 不僅口述著書 也繼續用一筆字 把佛法畫成文字 進而藉著字句讓民眾了解佛法殘月的意涵 更加在生活中實踐佛法 台灣宏觀電視程曉峰 日本東京開放報導